要打赞了 打赞我也没带 她说小姐 你方便给我 好奇怪哦 她听我玩的 我今天这个天气外面雾蒙蒙的 真的 大家好 我是贵州杨美 今天上来晒衣服的时候 看到我们外面好大的雾霾 就是雾气很大 今天台中 我平时还没注意到 然后今天感觉那个雾好大 哈喽大家好 我是贵州杨美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到这个健康公园 来走一会儿刷一会儿 因为今天的天气 有点闷闷闷闷的 所以呢我们现在进去给大家看一会儿 台中健康公园 建立于民国八十年 是一座有历史的公园 维云南区五全南路与中明南路口 占地约五点五公顷 植物种类繁多 这里还有个图书馆 这间图书馆设在公园的旁边 那是家长带起小孩来玩的话 小孩可以在图书馆看书 家长就可以跑步运动 这里 美春路 我们现在在这里 平时我们也喜欢来这儿散步运动 公园宽敞又干净 你找操山做什么 你要买饮料 管我要买饮料 我不能问一下 无闻屁 你看 这个也会开花 这是什么花 现在出来走走挺好的 散散步运动运动 你看这个还会结果呢 不知道谁弄的一匹马 这是公园内的中间山丘 上面一样有补道 水坛 有没有看到水坛吗 这里 看这个也会结果 跟刚刚那个是一样的 这个可以吃吗 那里有个皮球 肯定是外面那个学校 然后那个学生 然后打球的时候 掉在这上面去了 然后我给你们看 那一棵树 就从那个围墙上面 长上去的 看到没 长这么大一棵了 这个时候花开的不多 秋天的时候有烘焙 没人数开花 非常的显眼 有魅力 我看到一个鸟屋 在这儿 现在这个点 然后就听到那种垃圾车 反正你就是听到垃圾车 少女 那首歌叫什么 叫少女的 什么 祈祷 祈祷 这里面还有 墨棉 黄椰子 胭脂树 黑板树 几黄金扁摆等等 要不要去上面 上面也有一条 这里面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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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照到你 你没有 请老板 你很吝嗦 你很吝嗦 你看这个梯子 跑起来一点都不累 设计的挺好的 你们看 你看这个梯子 跑起来一点都不累 因为它设计的矮 这边还有那个水 你看这个水好清澈 哇 那里好多一条鱼 不止一条 雷儿的鱼拜拜 每天都有人来偷吃 门看哦 看到没得那么大一条鱼 拜拜哦 这个流水声听起来特别的舒服 闭上眼睛听的话 感觉到了山上一样 其实是在城区的公园里面 刚刚他碰到一个陌生的鱼子 吊死我后面的一尾 刚刚后面的一个女的 他说小姐你方便给我钱吗 好奇怪哦 然后他见到一个就说 先生你方便给我钱吗 小姐你方便给我钱吗 刚刚那个女的 为什么这里的水比较黑 那个大哥弄好多菜来喂这个鱼 好舒服好优先哦 这个地方就是南区居民山西的宝典 也是一种生活乐趣 我看到一条红的 刚刚那个女的 他碰到你没跟你说话吗 我女的没理到 他说小姐你方便给我钱吗 这样讲吗 然后后来又 我后面不是有个大叔吗 他碰到他他说 先生你方便给我钱吗 那边有人打高尔夫球 忽然我发现了 下面有人在打球 然后我参生了好奇 这种人拍 那是吹球 不是大吹球 吹球 吹球 吹球拍 在他们公园 那个公园 大处都有厕所洗手间 我看有人在打那个吹球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打吹球的 真的 用一个长锤子来打球 这和高尔夫球是不一样的 这场地还真的很大 这可是免费供应的场地哦 这一项运动真的是慢动作 要把球打进那个小门里面去 打那个还蛮有蛮好玩的感觉 其实我心里面想去玩一巴雷 但是又不好意思去打扰他们 你说那个锤球是老人玩的 对 一个锤子然后然后打那个球 然后有一个小框框 然后还打到那个框框里面去吗 还挺好玩的 我去玩的时候他们肯定会让我玩一把吧 是不是 会啊 我能不能玩一把 他怎么玩对不对 什么声音 要打仗了 打仗我也没在怕了 这是什么声音 这边有没地方躲有什么好玩 那这个是什么声音啊 什么声音来着 我看到一只狗狗好享受哦 他在那里 也太享受了吧 那里啊 这里啊 你看他一个人躺在那儿 人家那个姿势可安逸了 人家那个姿势可安逸了 你们看这边喷水了 你们看这边喷水了 自动喷水的 你们看 这个工具好啊 不用人工喷了 真的是太好了 前面那里不是有个水塔吗 就是那个白色的 那一个 那一个 然后他们现在开这个水 然后他们现在开这个水 浇树 这里还是留狗的好地方喷 你们看一看嘛 那个狗人在那儿晒太阳 等到他的主人 他的主人都在后头散步 公园里头还可以去自行车 还有儿童留宾厂 这边还有儿童玩的 牛冰的 当然也可以 除了这些还有一些游乐器材 天气好的时候来这儿太舒服了 回家回家喽 天暗暗了 准备去找晚餐 晚餐还不知道要讲什么 不是来这边走一下舒服一点 看 在家里面闷闷的 哎你看上面那个树 树结很多那个果 那个果你知道是干嘛的吗 那个果好像就是等它开了之后 会像棉花一样的那个 是不是 哎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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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果是干啥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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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是吗 对啊 那果是干嘛的呢 在 在你啊 那就是石头啊 哈哈哈 哎呀 看人家眼睛了 水果 能吃吗 咸南路是不是有很多家 之前说有很多家吃的 我们最近买那个什么 菜 菜文餐来 不是啊 台中啊 忠孝街台中啊 这一棵树那个花也开了 但是它有结果好像已经开过了 它上面都是这个丁丁 随后我们就骑着鸡车来到了 晚上就餐的地方了 你点了一个牛肉汤 嘿 这一碗让我想起了台南的牛肉汤 还有一个小菜 叫胖 这就是简单的美味佳肴哦 这个就是我的幸福好滋味 天气冷的时候喝一碗牛肉汤 简直太安逸了 好香怪是第一会儿喝牛肉汤哦 这里面的牛肉 看起来就是很不错 那会儿就等到我入口了才晓得哈 这个牛肉吧 现在看起来就是瘦巴巴的 我觉得呢 适合喜欢吃瘦肉的人吃 嗯 也适合我 这是我的牛肉面 哇 这个冲锋的超足的 我感觉想到了那个南州拉面 你看牛肉 这个面 这么粗 然后你这一个是干面对不对 对 哇 嗨 嗨 嗨 好香啊 太香了 来嘛 喝一口糖 你是说遮碗就遮碗就遮碗就 跟我遮碗就一样的加 然后你那个是干的 我这个是 汤的 这个时候呢 就是我动筷子的时候了 我也没空理大家了 先下肚再说吧 这个面呢挺有劲道的 他这个面有点像 有点像那个 手工的那个拉面 就是很有嚼劲的那一种 然后我尝一下他这个牛肉 他的牛肉呢就是全部都是瘦了 然后 感觉肉比较细的那一种 满了之后吧 然后就是炖的也很软 我尝一下他这个沾酱 他这边这个沾酱就是用蒜啊 然后葱啊辣椒啊 还有 一点点醋 醋 酱油 好不错啊 他这个葱放到很多然后吃下去特别的 香 香 他说汤熬的也可以啊 浓浓的那个牛肉的牛肉的那个味道 不会很咸 不会很咸 但是牛肉味特别的浓 那汤 汤特别好喝 我形容不出来 然后我尝一下他这个粉铲 这粉铲 看到没 嗯 他这个粉铲比较粉 就是 特别粉 然后也没有 没有说那种有怪怪的味道 让你们看就特别特别的粉 这么的粉 我再尝一下他们的海带 他海带也炖的比较软 就是老人如果是没有牙齿的话 不对就是 牙口不顺服的话也可以咬下去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粉铲特别的脏对吧 就是感觉很厚实 然后特别的粉的这一种 这种粉铲我是最喜欢的 你就不会感觉说他好像只有一层皮的 这一种哇 掉了 其实这一家我们也是第一次来 也是无意间然后绕绕绕绕 绕到路边 我们就说来吃这一家吧 但是我觉得还算是没有很失望 怎么说呢 就是看到我先吃的这个样子 那个粉铲 还有就是牛肉汤 我觉得比较合我的胃口 我这一碗牛肉面是 嗯 100块钱 分量看起来还是蛮大碗的 说实话 我这是100 100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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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口接一口 根本停不下来 哎哟太巴士了 没事当钱 瞎度咬劲 不然很快都没有咬美的粉了 哟 老板快吃光了 看起来这位台湾人 脸上都不放锅 咬美子也要拼了 看下哪个吃得最干净嘛 咬美肯定也不得输给老板啥 到了和尚的环节了 我得乖乖哦 嘴巴包成那副羊儿了 太得醒了 裂下歪得起了 等到还没结束 擦下嘴巴再来瓶 洗了哈资金 回来啦 干脆太冷吃了 离妈老汗估计养不起的 看妈还在急速动筷子 连胃口都是男人胃口啦 啥活都不做 还要吃那么多 只有这个汉堡老公才愿意养 烦恼白狗早都摔起西边啦 让你吃喝西北风 吃个串串 吃把架吃你闻 个人还想吃 总是闻白狗不要了吗 哟 天心啊 吃完脑 看我们这 连汤都喝光吧 光盘光盘 这会安逸了啥 吃饱咯 准备回家 吃饱喝就回家啦 感谢各位观看 下回见 拜拜 拜拜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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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